好,大家好,我是台史博研究组的丰兰 很高兴有这个时间可以跟线上的各位观众朋友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史博在今年初正式完成跟开放的一个 虚拟实境这样的一个多媒体体验的空间跟里面的内容 那现在是一个蛮特别的时段 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台风天 虽然说我们台南这边基本上是风雨算是还好,没有什么风雨 但其实在东部以及北部可能风雨会有些增强或者是慢慢的风雨会离开 所以还好我们现在是线商会议,我们可以透过萤幕 可以来跟大家比较近距离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台史博制作那个虚拟实境多媒体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今天其实也希望大家都平安 那 也可以 也要注意一下那个风雨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好 那我们 等一下的内容呢会主要是由我来主要来跟大家做介绍 那我介绍的部分预计是会介绍到 三点半 两点到三点半 那我们之后呢还会再预留半小时的时间 那可以来跟大家一起互相交流一下 或者是 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或者是对于这样的一个内容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或者是意见 我们后面还有半小时的时间 可以来跟大家来做一个 一个简单的一个互动跟交流 这样子 好那紧接着下来 我们就来 进入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 就是正如大家在萤幕上面所看到的 那个题目叫做 麻豆北极店 禁止占逐 披头港杯 的史料解读 与多媒体 转化应用 这个题目有点长 但他其实主要是分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史料解读 一个叫做多媒体转化应用 那这当然是 根基在于我们用 一个 物件 一个文物 然后来跟大家来 用 透过这样多媒体的一个制作跟设计 来让一个文物可以的故事可以更 更能够让大家亲身感受 然后更能让大家能够进入到文物里面的故事 然后透过多媒体的这样的一个 器材或者设备来让大家来进一步的一个体验 那台史博做这样的一个部分 其实时间 说实在话没有很久 大概是 前两三年才开始来 处理所谓的那个 虚拟实境 这样的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 一个技术 或者是一个 一个值得开发的这样一个空间 那这一次 所 制作的一个成果其实也不是泰斯伯 第一次制作 在之前其实已经有类似的一个 先制作的一个成果 然后这一次的成果主要有两个一个叫做1895年的 那个 的题材 另外一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利用 台南 马豆北极店的一块 古老的石碑 来制作的这样一个剧情 那这样的一个剧情可以去哪里体验呢 就是到这边 这边的话 不知道大家应该 有许多朋友应该有来过台史博 或者是如果没有来过的话也没关系 之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到这边来台史博来走一走玩一玩 然后来 参观一下我们的这个虚拟实境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空间 那这个体验空间在四楼 所以 四楼以下是有很多的一些 厂射展跟特展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要来体验虚拟实境的话 就要来到四楼的最旁边 有一个所谓的大家眼眸上都看到了 BR在线制造所 这样的一个空间 这是外观 座位跟一些体验的器材是在里面 所以大家要 在那个进到那个这个招牌的后面进去就会看到 这样子 那我们有一些 座椅啊器材设备 都有在里面 那等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体验 这样子 这是在今年初 一月的时候 台史博重新开馆之后 正式跟大家亮相的一个 空间跟设备 这样子 好那我们在这个 这一次的一个空间的规划里面 其实我们 其实有使用的一些概念 也就是说 历史如何在线 或者是历史 如何的 被可以 可以被感受到 或是被看见 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所了解的很多的一些历史故事 其实是要透过一些 比方说文字的文献的记载 或者是一些 一些一些物件的一个流存 像台史博 点长了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历史物件 或者是 在现场 我们会看到很多关 一些相关的一些历史场景 或者是一些历史的一些景点 我们都都都可以 略略的可以看到 或者是接触到一些我们所过往 所没有办法去看到的一些一些过去的一些事情 但是这些体验其实说实在话 从其量还是只能 嗯 借有一些文献材料去回溯 我们没有时光机 我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 整个人回到过去的一个整个 空间环境 或者是看到了过去的人 实际如何的来来来走过那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可能 目前来讲是没有办法 但我不知道 未来会不会 发明时光机 我不知道但 至少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 对 所以 呃站在博物馆的角度 我们可能会 比较尝试要去提供 更多的一个平台 或者是更多可体验的方式 来让大家 除了 看文字 或者是除了听故事之外 我们是不是可以整个人 或者是整个感官 可以回到过去的一个 类似的一个空间场域 或者是类似的一个氛围 来实际的去体验 看看到底历史事实上 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手法 还蛮像是 最近这几个礼拜 非常火红的 大家应该都 多多少少都有听过 就是斯卡罗 这样的一个戏剧的呈现 那斯卡罗戏剧的呈现 他当然是要 把一个过去 一两百年前 这样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画面 或是一个场景 转换成戏剧 转换成 萤幕上可以 实际看到的一个样子 让大家能够 也能够一起进入到戏剧里面 去观看 去体验 所以其实 虚拟实境 或者是我们 在 地铃来 在 办理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其实也 有类似的一个 一个期许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透过不同的一个安排 或是透过不同的一个 诉说方式 来邀请大家一起来 进来 听 听我们 来 回顾一下历史的故事 或者是 过去历史的人们到底是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子 正如刚刚跟大家所介绍的 就是虚拟实境这个部分算是 台史博 比较晚 这几年才开始 慢慢来 来做起来 这样子 那 今天就要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其中一个 比较新的一个成果 也就是 这个 这个 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 大概 十多分钟的一个体验片段 大家如果进入到那个VR这些制造所里面 坐在椅子上 然后戴上 戴上那个眼罩跟耳机 就可以进入到 我们在一个 剧情里面所要 体验的一个 18世纪 中期 台南麻豆那个地方发生的 一件故事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为了一个比较 活泼或是比较戏剧性的一个效果 我们为这一个剧情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 我的邻居怎么那么讨厌 那如果大家也对于台湾的一些戏剧有一些 接触或了解的话 应该 对于这个剧情也不陌生 那个我的 圈圈或我的叉叉怎么那么讨厌之类的 这样子 那我们其实是搭了这样的一个 顺风车的梗 来取这样的名字 那当然会取这样的名字背后其实也有一些 我们希望让大家来 剧情里面去体验的一个 一个 一个剧情的主轴所在 所以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取 我的邻居怎么那么讨厌 这样的一个题目 为什么会取这样的题目 我们之后 再跟大家做剧情介绍 介绍的时候 会再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大家都知道为什么邻居讨厌 为什么会 类似那种 拍出逼这样的一个题目 会变成我们一个剧情那个主轴 这样子 好 那紧接的下来的下面的一个部分 我就来 这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剧情到底是从什么地方 发展出来的 从什么地方长出来的 它长出来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来过台史博的朋友们应该有来过二楼的长设展 长设展很大一片 我们从很早期的 三四百年前以前的时代 一直往后讲到 现在 这样子 这是整个那个台湾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 那其中呢 在讲那个 清朝统治时期的时候 有一块这样的一个区域 它是位在那个 我们那个 呃 迎那个 呃 扛那个 王爷的轿子 这整个队伍的后面 有立着这样的一块石碑 那这个石碑上面有叼两两只龙 还有下面有 叼了很多的一个文字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那个 呃 我的邻居怎么那么讨厌的 这一个VR的 剧情 就是 以这样的这一块石碑作为主角 所以他主角是在 就是这块碑 这块石碑上面 对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对面 他对面就是这样子 这个就是 在这个石碑的对面 有一块这样的一个区域 那如果他有来过这样的区域 就会 大概就会知道 呃 这一块区域主要是在讲 在讲清朝统治时期 的台湾地方社会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更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 其实这一小区啊 他的一个 主轴 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呃 舞台 是在所谓的 海 或者是在海边 嘿 那 我们其实都知道说 台湾就是一个 四面环海的一个 一个地方 所以其实 呃 要讲台湾历史的话 海 这样的一个环境空间 其实是 呃 完全无法去忽略的 而且 呃 人们的生活 其实跟海的深 海的一个关系 其实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因此在清朝统治时期的 这一块区域 我们就特别规划了以海 这样的一个空间意象 跟环境 来跟大家介绍 海如何影响了人们的一个生活的 文化的一些细节 以及 到底人们是怎么去看待海啊 怎么跟海相处 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啊 那这一块石碑会坐落在呃 其实不是呃在台在展场里面这块石碑其实不是本人 不是原件了 他是我们 利用一些方式或利用一些技术来去 呃 到地方去把这整块石碑的影像整个弄起来 然后再重新的复制起来 然后才把它放到 太史博的正常里面 嘿 所以他是一块复制品 但是复制品其实复制的还蛮像的 他他很多细节都跟原本 原件的本人算是蛮像的 这样子 那他的本人他的原件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间庙 里面拜的是玄天上帝 那他的位置是在麻豆 现在台南市的麻豆区 那地址是麻豆区的复兴界的上面 这样子 那这间庙 这是现在的样子啊 这样 所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玩麻豆玩 玩过或者是去逛过 那麻豆当然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比方说大家应该都有知道 麻豆的挖柜很有名 嘿 然后 麻豆有堂场 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甚至是因为中秋节快到了 所以大家也许 都会开始陆陆续续收到很多 一颗小小可爱的文蛋 很多很多文蛋其实是 也是出产于是那个麻豆 这样子 所以 也许大家对于麻豆的一个熟悉度应该 应该不算是太陌生才对 但是啊 除了这些之外 呃 大家对于麻豆的印象 会是什么呢 可能可能就是 也许会是仅止于此 但是 呃 有很多的一个线索 或是很多的一个物件 其实都是在提醒我们说 麻豆这个地方啊 其实它发展的时间是非常悠久的 它可能早在 呃 400多年 甚至是以前 就很就很多人会来这边活动 然后 然后开始会在这边 呃定居 在这边跟 呃 原本住在这边的原住民的人群 有一些 呃共同生活 或是共同 呃 呃 生存这样的一个一个过程 这样子 嘿 那今天所要讲的其中的一个主角 就是那块石碑 也是在讲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 嘿 那所以其实那块石碑原本的本人就在这个庙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庙的前面长什么样子哦 这样的前面长这样 就是前面是一个停车场啦 我在猜想可能以前是 有也有也有房子也有或者是一个 庙城 留定啊在前面这样子 然后在这个空间的在过去可以看到有一排街屋那个是就是 呃这个路 在直直出去有一条横的一个 呃麻豆最主要的一个街道 嘿 那条街道呃很长哦 所以他有分不同段不同段有不同段的名字 那最熟悉的大最熟悉的名字叫做中山路 那其实我们这个角度看过去就是庙的角度这样子 走出去的前面这边其实他已经改成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新中路 但是 这个路其实都是同一条 嘿 新中路跟中山路都是同一条 然后他整个贯穿了麻豆市街市中心的这个从东到西的一个 一个一个中心的部分 所以是 算是麻豆的 呃如果要说麻豆有老街 那可能是算是这一条 那也算是整个麻豆的市区里面最重要最主要的一条 中心干道就是那条街 所以其实我们从这个空间方位就可以知道 这座庙 他的名字叫北极电 因为是很多台湾很多的那个 悬念商店庙都是叫这个名字 所以这一间麻豆北极电他所坐落的位置 不是普通的位置 他是坐落在以前麻豆市政上面 最重要的一条中心干道街道的 的上面 因此 他跟 麻豆市政的一个关系 可能是相当紧密的 甚至是 可能是大家 所赖以为生 或者是常常会聚集在这边 呃可能是 祭祀 或者是拜拜 或者是相关生活琐事 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中心地点 这样 好那我们进到庙里面去看一看 看看我们今天的 主角 他是什么样 这个上面有三个 图片 最右边的那个图片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所介绍的 这个石碑的复制品在现在的 台史博的战场里面的状况 他就位在那个整个那个 王爷的 王爷的那个队伍的照景的后面 但是在 中间的照片跟左边的照片 这个是他本人元件的样子 然后 先看最左边 这个石碑是 现在目前是放在 或者是 牵在那个 庙的 虎边 虎边就是 就是左边的那个 那个墙壁上面 所以左边是那他牵在墙壁的上面的样子 那正中间就是这个石碑的正面的照 正面照起来的样子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对照看看 中间这个本人的照片 元件的照片跟右边 目前现在放在 那个台史博展场大厅里面的这个复制品的样子 这两边看起来 说实话还蛮像的 所以这其实也是博物馆的一个技术之一 就是 博物馆会利用一些 比方说像是 文物扫描 或者是3D扫描或者是3D列印等等 我们这几年其实蛮常利用 类似这样的一个技术 来为文物的一个复制 或是会有展示等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功能 可以有 让他可以 更让观众能够能够能够去看到或者去欣赏到 这样子 那这样的一个石碑 其实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 成果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石碑 目前大致的一些基本的状况 然后呢 其实这个石碑 我们在讲这个石碑之前还是得来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麻豆 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因为 这个石碑其实会跟整个麻豆世界的一个发展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那话说从头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几张古地图 像这一张 这张大概是在 上面有写到就是那个16 17世纪中期或晚期的时候 所画的一个 地图 1626年左右所画的一个地图 那这个地图上面 我们大概可以 大家应该对这个图 其实应该不陌生 因为这个图 他亮相的次数还算蛮多的 还算蛮多的 很多课本啊 很多出版品啊 或者是很多的展板上面都看到这张图 那这张图其实是 他在画一个 荷兰人那个时候在台南跟台湾内海 附近一带活动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况 但这个图并不是荷兰人画的 他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 葡萄牙人跟华人的混血儿 以一个情报勘查 这样的角度 把台湾内海附近 荷兰人所活动的一个讯息都画下来 然后准备要拿给 西班牙人当参考 因为那时候西班牙人也在对 台湾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环境蛮有兴趣的 那当然 正如大家所知的 他们后来就 跑到了 北部的基隆淡水那边来 作为一个主要的根据地 但在那之前他们其实对于荷兰人在台湾做什么 是一个蛮好奇的 甚至想要去作为一个 军事的一个方面的一个侦查或调查 来取得家人的一个情报 所以其实 这个地图上面画的说实在话并没有说非常的精准 但是他大致上还是交代了当时的荷兰人在上去干什么 有在上面盖城堡啊 有在上面设商馆啊 还有在荷兰人的城堡跟商馆以外的其他地方的一些大致的概况 所以上面其实可以看到当时在台南这个地方 广义的大台南的这样的地方 有坐落了四个比较主要的一个原住民的一个 居落所在地 一个叫做新港 一个叫做 木架溜湾 一个叫做骁龙 一个叫做麻洞 所以其实 这四个 这四个 聚落 这四个部落 其实各自有各自不同的一个关系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麻洞这个时候已经在 这个 整个台南大地 这样的一个空间范围里面 会比较受到 受到主要的一个注意 所以在上面其实已经出现了 麻洞所在地 这样的一个 记载 然后跟其他的三个部落一起 作为 台南这附近一个最主要的一个 原住民社群的一个 坐落的一个所在地 接着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张比较 跟刚刚那一张图比较后面晚几年的 一个地图 那这张地图就真的是那个 荷兰人 所画的一个 地图 它是有一个荷兰字图是叫做 威恩 所画的一个 台湾全岛的一个地图 但是 现在让大家看的是一个局部 就是台南局部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张图的北方是在上面 所以 左边的那个海的部分是台湾海峡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一个地方啊 他画了一片黑黑的东西 那个就是很 他画了很多树 树里面还有一个类似城堡的房子 就坐落在一个 一个那种河口岔 插出去的这个最末端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是在发来的地方 然后 从那个位置来判断 那一坨黑黑的东西应该就是所谓的麻豆舍 所位居的 一个 位置 所以他应该是在画 麻豆舍 这样的一个地方 那像这样的画法 在那个这张图整个整张台湾地图里面 就只看到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个画法 所以其实 大致上可以研判 画这张地图的人 应该那个时候对于麻豆舍有非常 主要的一个印象 或者是他是想要有一个特定的目的 而去把麻豆舍 比较 特别的来凸显出来 有这样的一个 可能有这样的一个 意图才在这个地图上面 特别把麻豆舍画成这个样子 那到底为什么要这样画 其实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多的线索 但是 我们大家应该可以来推测看看 就是他对麻豆舍 的一个印象 应该已经有蛮深刻的印象 而这个背后其实应该是 麻豆舍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 而使得 荷兰人会去观看他 会去注意他 而把他画在 地图上面 这样子 那当然这边还有另外一张图 这边这个图其实也是可以看一下 这张图又跟 刚刚那一张图 是比较到 后面的一个部分 但是他画的 的人 他是应该也是 荷兰人为主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张图 应该 他的方位 上面的方位也是北边 所以这张图其实可以看到 他的 陆地的讯息 已经累积很多了 这跟荷兰人 在之前所画的地图不太一样 荷兰人在之前 其实比较关注海上的状况 对于陆地上的一个状况 其实要等到他 比较后面的时候 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甚至是在他比较中期的时候 开始通过 那个 那个 地方 地方议会这样的一个制度 来去 跟陆地上很多的 这样的 原住民部落 来去更互相的接触 更互相的交流 的时候 地图上面的陆地 讯息才会比较多 嘿 那在这张地图上面 其实也可以看到 麻豆社的一个图 有 变标示在上面 然后他在上面 有助记者 Muttau Muttau 这样的一个名字 也出现在上面 所以 用这样的一个位置来判断 其实那个地方就是麻豆 应该是没有错 这样子 然后在这张图上面 其实还有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 就是请看看麻豆社跟他左边的海边的一个海岸线的一个空间位置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麻豆社以前可能是比较靠海边的 所以有一个尖尖的那个河口或者是海口一直延伸到麻豆社居留的旁边 所以其实 如果我们现在去麻豆那边逛逛的时候 其实可以发现就是 在那个地方可能没有办法很直接的去 感受到所谓的海是怎么的一回事 可能在那边看不到海了 或者是 那边离海 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但是如果我们从以前的古地图来看就会发现 麻豆社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是跟海有非常密切的一个关联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空间线索 所以 我们可以 先把这个空间线索先 先放着 他会帮助我们 去到后面来去看一下那个碑纹为什么会跟海 是有关系的 好 那接着下来我们刚刚都在看欧洲人的地图 荷兰人 或者是那个 相关的一些地图 但我们现在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是汉人所画的地图 在画这个 地图的时候 其实已经 那时候台湾已经进入了清朝统治时期 差不多是在 17世纪晚期 或者是在18世纪初期 所画出来的 这样的一个地图 那在这个地图上面有看到 可以看到很多图跟很多的地名的文字 那这些地名的文字 但是 我这边就直接跟大家整理出来 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这些地名 左边是这个地图上面原本的原文 地名的文字 那我后面有些后面还会加一些刮虎 比方说 五间错 挂号 新隐 或者是 这边 毛港尾 挂号夏隐 夏隐是现在台南的地名 但是毛港尾是这个 地图上面所筑记的地名 所以 我这边是 筑记的部分是 主要是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来了解一下 这些地名 在以前 是叫什么名字 而它指的现在是什么样的位置 就像这边 这边写夏加东街 其实就是现在的新隐 这样子 然后这边写多罗国社 这边就是 比较靠山边的东山 的那个位置 这样子 嘿 当然我们今天的主角不是在这些地方 我们今天的主角在这边 我有把它特别放大 麻豆 在这个地方 然后 这边有一个 我画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图案 麻豆社 然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聚落的图案 我们今天的主角在这边 所以其实从这个地图也是可以看到 麻豆社的 地点 其实在他旁边有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一直延伸开来 然后延伸到外海 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他画得很细 很小很窄 但是其实这个地方 都也算是 比较广义的海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这边可以看到 有没有 这边有写的 岛峰港 然后这边还写的 麻豆港 三个字都在这一边 那其实这一片海域 其实就是 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 所谓的 岛峰内海 这样的一个空间 所以以前的麻豆社的所在地 其实就位在于 这整个岛峰内海的一个 海域或者是水域的旁边 这样子 甚至 麻豆社也因为这样的海域 而发展出了一个可以停靠 船舶 或者是透过船舶来 进行货物 贸易往来的一个港口 叫做 麻豆港 这三个字 所以其实 我们现在对麻豆港 这三个字 其实没有比较没有 具体的一个感受 因为正如刚跟大家所介绍的 现在的麻豆 其实 比较 不会 没办法去联想到 它跟海是有关系的 但我们可能就得 从古地图来去看说 原来 以前的麻豆 跟海 的关系 跟港口的关系 其实 比较相对的 密切的 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最后一张地图 这张地图其实也是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所画的 地图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角啊 是在这边 麻豆社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啊 这张图 我们想要看那个海 已经看的不是很清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刚刚那一张图上面 我们还可以大致上看到 那个海 然后比较宽一点 然后有一直延伸到麻豆这个地方 但是在这张图上面的麻豆社下面的海 水域 呃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 嗯 图像表现上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暗示 暗示什么呢 暗示着 在这张图的 岛峰内海 这一片海 这一片海 或者是这一片水域 在这张图所画的18世纪中期的差不多那个时候呢 海跟水开始慢慢的不被人所看到 或者是不被人所意识到 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 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慢慢的长得不像海的样子了 而长得比较像一个一条河或者是一条比较水比较浅的一个水域 所以其实不同的地图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麻豆这个地方海跟路的一个空间关系其实有在变化 他不是一直以来都是都是维持一样的一个空间 而是在400年前有这样的一片海 但是大概到300多年前 或是到 接近200多年前 这片海竟然已经消失了 那他为什么会消失 或者为什么会变小 我们后面会再跟大家做说明 好 那我们接着下来看一下比较 比较靠近我们现代的 地图 这张其实是在1931年所画的麻豆街市区改正图 在画的那个时候 台湾已经进入了日本统治时期 所以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有两种 不同的 图像的资讯 一种是这种 有没有 方方正正的然后有很直线的这样的一个 路线这样的一个 框线 这些线都是所谓的计划道路 就是未来预定要去开辟的比较大的一个道路或者是马路 就在这个地图上面用这个线来做划分 那如果 大家先不要理这个 直直 直直横横这个线 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在图的底底下 还有很多这种 很 很零碎的这种 小小的这种小方格 然后整个 分散在这个 这整个那个地图里面 这种都 这种空间其实就是麻豆原本 传统聚落的 这样的一个空间的格局 然后那个时候的日本政府 要开始在麻豆这边开了 开辟 比较新的 比较大条的 比较近代的这样的一个马路道路 所以他在 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的地图上面 画了一条 直直横横的 比较直的 然后比较 有整 整齐的 这样的一个 道路的线条在上面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张图 我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 原本传统麻豆的一个街区是长什么样子 大概就是这种 直直横横的线拿掉之后的这种样子 所以可以看到麻豆的整个聚落 其实很大的 很大的 他大概有这样的有很宽广的空间但是 他的房屋没有那么的密集都是比较分散开来 唯一比较密集的地方是在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跟大家介绍的 麻豆的中山路那一带比较密集的一个街区主要是在这个地方而已 但是在这个街区的整个周边范围其实都还算是广义的麻豆地区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刚刚跟大家所介绍的那个主角的这个 地方 麻豆北极殿 其实在这个地方 然后麻豆北极殿的所在的地方又有一个传统地名叫顶街 这个顶街 下街的意思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叫下街 那下街在哪里呢 下街在这边 所以顶街跟下街分别是位在东边跟西边的一个麻豆比较热闹街上的这个两个端点的位置所在 然后这两个地方分别有一个 分别各自有比较重要的一个庙宇 顶街的部分是北极殿 拜玄天上帝的在下街 比较靠西边那个下街的部分 有一座护济宫 他拜的是麻祖 所以其实 这两个顶街跟下街其实原本都是同一条街 就是整个麻豆街的一个主要的商业的一个 市街的所在地 但他会分为顶街跟下街 基本上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说 麻豆街的一个发展其实已经非常到非常繁盛的一个 的程度 所以繁盛到 他已经开始在分区了 分区域了 不同的区域有不同区域的一个 生活的或者是一个 建造房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所以顶街是在比较上面的 下街是比较靠西边靠海边 那边叫做下街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的那个 10倍其实都位在顶街的北极店的里面 然后顶街是比较早发展起来的 下街是后来才开始慢慢的又在 持续发展起来 这样子 好那我们看这个 地图 当然我们还是没办法去 比较具体去 去想象到底麻豆跟海的关系是什么 那我们 今天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技术可以 可以帮助我们去 遥想 到底当时的一个状况是什么样的状况 那这边其实 也带大家来去 看一下 300 400年前的麻豆 他的海跟路的一个空间关系 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大家现在荧幕上所看到的这个 画面 其实是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在讲的麻豆 这样的一个地区的一个 一个画面 然后蓝色的部分是模拟 三四百年前 倒风内海的海域 水域的样子 是一个模拟 不是一个真实状况 但是他是套用现在的一个 图资 所去做出来的一个模拟空间的一个状况 那他的一个 制作跟标定的依据就是 刚刚跟大家所介绍的那些古地图 通过那个古地图的一个地名跟空间方位 我们大致去描绘去找出当时的水域 有可能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布 然后把它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做起来之后 其实我们应该就可以比较方便的来去看一下 到底麻豆靠海 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感觉 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大概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画面来去想象一下 好那这边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地点 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我们今天的 主角麻豆 在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是南边 大家的右手边是 画面的右手边是南边 然后这边左手边是北边 然后画面的这条山 这是中央山脉 中央山脉的后面就是 大家都知道东部嘛 所以前面是东部 然后比较靠近 我们下面这个视角是西部 所以 这是以一个 这是一个以东方为上的画面 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模拟的 画面 那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主要就是 我们一直在朗朗上口的所谓的 导风内海 一个比较可能的 这样的一个 空间范围 然后这一条是 还没改到之前的 万里溪 现在叫做真文溪 但是 真文溪有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 改动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先用万里溪来称呼他 在这一条 所以 万里溪的南边这边家里 就是现在的台南的家里 然后马都在这一边 所以 即使现在其实也都差不多 这两个地方还是 还是隔着 真文溪相对 然后都是以前台南蛮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然后其实在这边其实都就可以看到 刚刚在古地图上面所看到的一些地面 地面都可以在这上面看到 夏加东在这一边 五间错 毛岗尾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以前 导峰内海的 岸边的一些港口的 名字 所以毛岗尾 这样对起来就会发现 确实毛岗尾这地方好像也比较靠海边 然后马都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当然 我们透过一些 除了这些地图之外 我们还是可以透过 麻豆的一些相关的地点 或者景点 或者是 地面或者是 考古的一些遗址 来去看到很多关于 麻豆跟海 的关联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线索 那 画面上面大家所看到这个地方 现在 还在麻豆 只是他在比较 以前的时候 他原本是在 地底下 然后 脱过来脱过的一些考古的一些挖掘 慢慢的把它挖起来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 有一个斜坡 这个斜坡不是我们现在人所盖的斜坡 这个是目前判断起来应该是至少在两三百年前 这个地方麻豆港这个地方 所 岸边的一个 一个可能是一个上 上岸的一个 一个坡道 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 然后这个地方 在现在的麻豆叫做水枯头 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是可以大致上就可以了解到 原来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其实看不太 完全没办法去看 所谓的海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线索 但是 地底下这些已经挖掘出来之后 其实 也可以都 越略的带领我们去想象说 原来这个地方 以前真的是一个 船可以开到这个地方 然后 人啊 货物啊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上岸到麻豆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从麻豆 载到船 然后再载到其他 用船去载到其他地方去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 我们很后面才 挖掘出来 才了解到的一个麻豆跟海相关联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 好 那这边 介绍跟大家介绍那么多麻豆跟海的一个关系的 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再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这一块石碑 这一块石碑上面雕刻了很多字在上面 它的整个碑文正如大家目前在画面的右边所看到 这一整篇 哇这一整篇 我想大家看到之后应该第一个印象就是 完全 不知道要从哪里读起 因为字很多 然后 就是文言文 其实有点难去读它啦 那 当然我们 在做历史学这样的研究 其实 很多时候都是要看这样的文字 然后一个一个字去看一个一个字去读 然后一个一个字去体会 去解读 他可能在讲什么 或者是他的意思 或者是他可能在指称什么样的东西 然后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使他来写出 这样的一个文字 所以 当然 今天大家请放心 今天是没有要来去 虐待大家 带大家来读文言文 并没有 我们其实已经有 对这个碑文已经有一定的一个解读跟整理 那底下 就是 比较概要的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块石碑到底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好那首先 我们得先确认一下 这个石碑 的一个在讲的一个世界舞台 也就是他所在讲的地方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首先我们可以在石碑里面找到他有提到 他要讲的一个地方叫做里内港道一条 他这整个背文的过程完全都是在跟 这个港道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但是在这个地方里面所 描述的里内港道一条 其实他没有很明确的指是什么地方 这样子 但是他我们在 石碑的另外一个地方可以又可以找到一个地名 就在这个地方 他这地他这边又 描述 又又又写出了一个 琵头港 这样的一个地名 所以这两张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他所谓的里内港道一条就是所谓的那个琵头港 而这个琵头港其实就是这整个事情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源头 所在地 这样子 那这个琵头港 是在麻豆 但是是在麻豆的哪里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一张地图 这个地图是现在的麻豆市区的 地点 现在麻豆市区的地图长这样子 所以可以看到已经有那个 高速公路在旁边经过 然后很多道路这样子 那在这里面呢 琵头港 就在这个地图里面 大家 也许 我这边 大家可以花个五秒钟来找找看 大家来找找看 琵头港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先喝个水 如果 目光锐利的 那个朋友应该已经有稍微的发现到 琵头港在什么地方 因为 有琵头 这两个字就很明确的印字在 地图的 上面 就是在 这边 他可以看到 红框 索框的那个地方 他有 写了 琵头李 这个李是现在的 李的名字 就是行政区画的名字 那他有这个名字是因为 当地有琵头 这样的一个地名 所以才用这个 地名来取 当作李的一个名字 然后除了琵头李之外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有两个 比较传统的一个聚落 的一个轮廓 这个地方就叫做 琵头 两个字在这边 然后 在他的 比较靠东边 这边还有 另外一个村落 叫做 小琵头 三个字就在这一边 所以这边有琵头 也有小琵头 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叫做琵头 然后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琵头港 有可能 就是在这个地方 而这个地方就位居在 我这边有一大坨的一个世界 这个就是麻豆市街的最主要所在地 所以他是在麻豆市街的西北边 有一个 琵头 这样的地方 而这个琵头可能就是那个石碑 所指的琵头港 这个地方 那琵头港的港 那个港有可能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港口 以前的那个名字 杠 杠靠 杠 有可能是指港口 但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有一些港其实不一定是指港口 港口是有船可以来停泊的地方 但有另外一种港 可能不是指船舶 从海边来停泊的地方 那个意思是 水道 水路 水道 有一条水 可能是 河流 有可能是水沟 有可能是一条 水 反正水可以流过的地方 那个在台语的一个 讲述的一个方式上面 那个也叫做港 港 所以 其实现在还是可以略略的听到类似这样的用法 像那个 那边 那边有一港水 有一港水 这样子流过来 水温头大 水温头打开 然后可能转太 转太开了 然后水 很快很 很大的那个喷出来 然后可能台语就会说 水怎么这么大港 水怎么这么大港 这样子 所以那个港就可能不是指港口 而是指水 一条水路这样子流过来的 这样这个地形 然后这两个意思在这边其实都可以有可能都可以说得通 因为 铁头港这边比较靠海边 在三四百年前是比较靠海边的 所以有可能是有船 可以到这边来也说不定 但目前没有太多的一个线索可以去 去看到 然后另外一个 有没有水整个流出来了也是有 而且这个水 到现在看得到就是这一条 目前这一条是作为 一个一般的一个排水 排水线 但是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水 其实对照台湾保图 或是更之前的地图 都可以发现 这条水路在这边一直都存在 所以也许这条路 这条水路 叫做匹头港 也说不定 好那我们再回来 带大家来 来到那个 透过地理资源系统所建构出来的一个 三四百年前 麻豆海路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环境的这样一个模拟图 这边 这个地点 就是我们刚跟大家所介绍过的 水 水枯头 水绝头 那个麻豆港出土的那个 港边那个坡道就是在那个地方 然后这边有一整 很大的一片世界 那个 上面的那个土都是现在的土 但是我只是用 用水蓝色去 去套住可能在三四百年前那个水域的 状况是怎么样 但是上面的那个 图图案其实都还是现在的卫星地图的样子 麻豆就是在那个地方 然后刚刚讲的 皮头 那个皮头在 台湾宝图 20世纪初期的另外一套古地图 台湾宝图里面所记载的地名 叫做大皮头 所以 大皮头就是皮头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的 对岸 小皮头 就是在那个地方 所以其实这 这样子整个那个对到起来 就可以 大概就可以带我们去回到那个 当初那个空间是什么样的状态 然后比较值得跟大家介绍的地名还有这一边 这边叫做皮阿贝 这边有个地名叫皮阿贝 所以 我在猜想 当时皮头港的范围应该有可能还继续的延伸到 这个地方 所以这整个地方有可能都是 比较广义的皮头港的一个范围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有一个海浦 的地名在这边 这个海浦其实也可以 也可以提醒我们一些线索 怎样的线索呢 我们 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麻豆 所倚靠的这整个海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台江内海 那台江内海是一种在地理学的名词是 溪湖 溪湖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沙洲 或是有一个礁石 能够把这个水域 这个海水的水域跟外面真的整个大海隔绝开来的一个 一个内海的一个这样的空间 所以台语有叫做来来海 这样子 那台史博现在有一个特展叫做内海宅的全家宝 我们是用管厂的手撑船作为中心来去跟大家介绍 手撑船为什么会出现在台南 为什么会 他帮人们 载运什么样的货物 这样的过程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这边有两个QR QR QR 左边这个是这个展览的会通到台史博官网 这是一个展览的介绍 右边这个呢 我们有一篇文章 那其实 一开始 原本是发表在台史博的期刊 关台湾 那我们有跟故事网站合作 所以 大家也可以透过这个QR 联系到故事网站 到线上去看一下 这整个那个手撑船 介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章 那这边其实是 就要跟大家说 西湖他其实有一些地理上的特征 他的水比较浅 然后因为他跟海外海是有隔开隔离的 所以在这个水域里面 其实是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风平浪静的 所以在过去有很多的西湖 都会发展成一个比较条件良好的一个港湾 例如台湾内海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或者是岛峰内海 甚至是现在的高雄港 高雄港其实是有一条很长的一个 其境的一个沙兜 科学开来的 那个其实也是 西湖的一个地形 但是这样的一个 水域虽然说是可以有 比较风平浪静 或是比较可以停靠的一个条件 但是他也有一些限制 就是西湖他其实是一个堆积型的一个 一个地形 所以他的水比较浅 所以 比较吃水比较深的大船 没有办法开进 可能没有办法开进 或者是大 大家一起开进那个西湖里面去多停靠 所以有时候在西湖里面需要有一个比较吃水比较浅的小船来去做接驳 所以我们这边 所秀的那个 所生船 其实就是在西湖里面 拿来往往的一个 吃水比较浅的平底船 这样的部分 所以 透过船我们可以看台湖内海 还可以看很多这样的一个故事 而那个就是内海的船要把这个特展所要去跟大家传达的一个部分 这样子 好那这边其实我们可以再回来看一下那个 我们刚刚看过的地图就是 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已经有提到 西湖他很容易淤积 特别是 而岸上如果有很多泥沙下来的话 西湖他的水会慢慢的消退 然后陆地会慢慢的浮现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张18世纪中期的台湾地图上面 导风内海的水域 慢慢的消失了 慢慢变成 他被 被划成河流的一个样子 这样子 然后 在比较靠近麻豆港的旁边有一个地方 刚刚有跟大家提过有一个地名叫水枯头 那水枯这个地名 他也是在 他在台语里面 他其实也在描述一种水比较浅的一个 水域 一个可能是一个湖泊 甚至是比湖泊还要更小的一个 积水的地方 那个叫 我在想这个 这个地名的出现有可能也是在 某种程度上来反映 当时候的海 已经慢慢的没有在旁边 慢慢的往 已经慢慢的往西边 去做倒退 而陆地慢慢的出来 水慢慢的离开了 麻豆这个地方 这样子 那 水库桃这个地方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传说 就是当地人传说 在18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官员 来到这边盖了水 在水枯头盖了一座桥 那这个桥呢 破坏了当地的风水 因为当地有一个 有一个风水叫做龙吼 有一个龙脉 龙吼就是龙的 龙的喉咙 那个是 他们在讲说这个地方是整个 龙脉里面最精华的地带 所以因为有这样风水 使得麻豆的发展是相当的兴盛的 但是差不多在18世纪中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传说就是 官员来这边盖了一个桥 破坏了龙头 龙脉的风水 因此 之后 麻豆的一个 那个 发展就慢慢的衰退下来了 这样子 这是一个 地方流传的故事 但是他背后其实 我在猜想可能隐含着 麻豆这个地方 因为 导风内海慢慢消失 港口机能慢慢淤退 而间接 而直接影响到 麻豆世界整个发展的一个 一个 很能够去感受到的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变化 那地方的人就用 龙脉风水 这样的故事来去 整理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样子 所以其实龙吼 或是龙脉的故事 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 水跟 鹿的关系 在18世纪中期的 这个 这个时间点 已经慢慢开始有些改变了 好 那这边就是刚刚跟大家提到 龙吼的所在地 就是在这个地方 离水 水枯头脚 水枯头脚 不远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凤齿 这两个 龙吼跟凤齿都是构成 刚刚所说的那个风水 非常重要的一个 地景的元素 在这边 然后 前面有跟大家秀出来那个照片 那个码头 麻豆港码头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刚好这个地方 是原本船可以开进来的这个地方 但曾几何时 这边只留下了一些 水枯头的一个地名 就是水就慢慢的不见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整个一个大环境变化一个 很中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这样 好 那这个地图是更后面 差不多18世纪晚期所画的 这个地方就已经看不太到麻豆港 或者是 呃 导峰内海的轮廓了 反而这边麻豆社变成麻豆大庄 出现了一个 汉人的庄 这样的一个地名 这样 水枯头 当然 水枯头的地名来这一边 所以差不多18世纪晚期的时候可能 麻豆已经跟海跟水 已经 越来越没有这样的一个直接的联系 好那这边讲一下 浮腹地 浮腹地呢就是在西湖慢慢的退去之后 呃 慢慢的陆地浮现出来了 这些浮现出来了 台边的台底的土地 就是所谓的浮腹地 或是所谓的海浦 那这些海浦其实 有的时候都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性土地 那在官府还没有注意到 或是其他人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去那边先抢先赢 所以先抢就是 就代表说 这个土地是我的这样子 那当然 清朝的官府不可能 放任大家这样子 先抢先赢 所以其实 在先抢先赢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 呃 那他时间是在什么时间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上年五月间 但是这个上年是什么上年 呃 但是文字并没有很直接的描述出来 但我们可以在石碑的最左边 这个地方 看到这个石碑树立的时间是乾隆20年 所以这个上年有可能是在 乾隆20年的上年 也就是乾隆19年 所以是1754年有可能是这个 时间 所发生的一个事情 那这边还有另外的 的 的 线索 我们留意就这边 五月 农历五月就是我们所称的 呃 可能这种国立的六月 六七月 也就是所谓的夏天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线索 那为什么重要我们后面会再跟大家做说明 好 那接着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在石碑上面有两群人 一群人是抗议者 另外一群人是被抗议者 那 这群人在抗议另外一群人在做一些某些事情 然后把这个事情告到官府那边去 因此 这就是这整块石碑所描述的故事 那抗议者是谁呢 抗议者上面有雕 呃雕了这些字 这些字就是 这些人 呃要要发起抗议的这些人 那这些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麻豆宝是代表这些人就是麻豆的在地居民 然后这群人里面有分两种人 一种叫做齐民 齐民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齐民叫做孙天赤叫做过来 等等被没有还有很多人没有叶上去 这些人是所谓的汉人齐了 另外还有另外一群人叫做番梨 在这边 呃 还没讲完 汉人齐老呢 有姓孙的有姓郭的 那这个姓郭的到底是谁 目前还不是很确定 但是麻豆有一家很老的一个 呃姓郭那个家族确实有在麻豆 而且离那个北极店不远 北极店的旁边附近 呃那个地方叫做大庭 那他们他们的祖宿还留着 所以是不是大成那个国家 不太确定 呃不太确定咯 但是 至少呃 我们大家知道有姓孙姓郭的这两群人 在当时的麻豆世界里面算是一个地位蛮高的一个期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番梨 番梨就是原住民 呃 呃 这里一样番梨 下面有大方 呃下面那个是不太清楚 没关系 呃本来就是有类似这样的原住民 他们可能是麻豆社的原住民 然后那个时候就跟汉人的祈祷一起联合起来 当成抗议者要去 要去抗议另外一群人 在麻豆所做的事情 所以其实这边呃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有时候我们会呃很印象性的去了解到说 可能 汉人在这整个活动过程当中是一个比较优势的人群 然后原住民一直被他们压迫 然后只好离开了原来的地方去其他地方 确实是有这样的过程 但是 原住民的那个整个聚落里面 就是 有很多人 可能有一些的 有一部分的人是离开的 但是有一部分的人 能继续的 住在自己的 呃家乡里面 然后跟汉人是维持着 一定程度的一个 呃共存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个石碑里面他其实是就是在 呈现这样一个事情就是 在面对一个重大的一个利益的一个冲突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在地的 呃原住民的住民跟 汉人的住民其实都联合起来来去 要去面对另外一个 呃会 有一个重大利益冲突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 另外一群人是谁被他们所 所所所抗议所控告的 就这一群人 这一群人在石碑上面的 的部分就是 呃有写很多 诶 而且他们在最上面那个还有写一个庄什么的 那个庄啊 有可能是在指 他应该有可能是同样住在麻豆的这个另外一群人 所以 有可能是 嗯 刚刚那一群要抗议的人的邻居 所以其实这个 呃大家讲到这边大家应该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的那个这个 VR的题目要就要取名叫做 我的邻居怎么那么讨厌 其实就在讲邻居的故事 那邻居 有好邻居 有坏邻居 坏邻居会让你觉得很困扰 会造成你很多的不方便 这样子 好 那接着下来 有的时候 悲稳的部分 会有一些因为 因为他时间很久了 然后会 石头虽然很坚固但是 10点9它会被风化 所以有的字其实我们都看不太清楚 所以这边可以考考 考考大家 这边装什么 成绩中 中间有一个字 其实没有被这个 用笔给描清楚 因为看不太清楚是什么 但是这边可以考考大家 其实稍微 看一下应该 就可以 看得比较清楚 那个是什么字 10秒钟大家可以来辨试看看 这个是什么字 我当时也是在这边看了很久 有一个提示 有那个朋友来在线上提出了他的推测 应该是梁小姐或梁先生 他说是邻 邻居的邻 装脸 成绩中 是吗 有人说是主 主人的主 主是主吗 其实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就是 所谓的历史学研究 其实有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 我们有时候在看那个字 那个字到底是像什么 他有时候写得很吵啊 或者是像卑文这个 写的那个 有人说丑 你是在说那个字很丑吗 还是 还是这个字的形 这个字 这个文字是丑 就有的是确实草书 然后我们就觉得 他写什么东西 那个 很丑啦 对 就是这个丑 写不出来 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那我就会 一定要去辨识 因为有的时候 一个字 会牵涉到整段句子的一个语意 像这边的部分就是为什么特地来 来跟大家来 大家来观 那个观察看看就是这个原因 就这个字其实会牵涉到一些 一些线索上面的一个 一个解读 好我这边提示一下 这个字是一种动物 动物 就是动物园里面会看到的动物 可能不是我们身边 生活都会看到的啦 生活都会看到会有点 会有点那个惊恐 会有点惊悚 但是动物园应该都看得到 好 这个 洪小姐 猜到了 正确答案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开那个对话 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些猜测 这个字 就是 这会人凶 这会动物 就是这样子 恶 恶语的恶 他也叫口气 口 庄恶 成继 忠诚 重 成妈 成生的 这个恶 我们必须要了解 人信承的这些人 所力的 那个内容 所以 其实 我们都很清楚啦 就是 我们在指控对方 通常都不会用太好听的字去 去形容他们 我们 其实可能 比较比较难去保持一个理性去称呼对方 所以我们会觉得 对方很不讲理 或者是对方为什么会 会 造成困扰等等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会用一些比较 负面的形象或者是来来 或是怎样的文字来形容或者是描述对方 所以像这边的恶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一个状况 恶语就是 对我们的形象 对我们的想象而言就是一个 比较凶的动物 我看了会害怕 然后他 他就是一个很 很 恰伯伯的一个动物 这样子 所以我在想这个是应该就是 那个 探人祈祷或者是原住民他们这群人 用装恶 这样的一个字来去形容这群信承的人真的是 无法无天 在那个麻豆世间恨行霸道 视规矩为无误的这群人 所以他们用装恶恶语的恶来 成乎这样的 信承的这样的一群人 所以其实 光是一个字其实就 可以看出两群人不同的立场跟不同的解读 这样子 就光就这个字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 刚也跟大家介绍 有时候一个字 虽然只有一个字而已 但他其实是会牵扯到很多关于 一些文具文艺的一个 描述跟解读 跟事情的一个陈述的方式 好 好 这个 好 那 我们 其实可以看到信承的人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碑文上面 光是信承的就列了四个人 所以可能还不止这四个人 所以可能更多人 我们刚刚跟大家看过这个水 绝头桥这个石碑也是一样 这跟我们刚刚我们 今天讲那个碑哦 那个时间其实是差不多差一年 那在 这个 这个碑比较晚是在后一年的部分 所以其实 在这个水绝头桥上面 其实也可以看到很多信承的人 在上面 这样子 但这些信承的人跟 那个石碑 那个成绩中那些人 是不是同一群人 目前比较没有 线索 但我们还是可以 有一个想象的空间 就是可能当然信承的人真的 势力非常庞大 他们会参与很多公共的事务 那包括水绝头桥上面的这个碑 也是 他们也可能 也 参与了不少的一个一个工作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着再读一下 碑文 所以啊 他们就在讲这群信承的人怎么样 是 自主强大 就是自己 自己觉得自己 很势力很庞大 这样子 然后 藐视 违禁 就是 其实之前已经有很多法规 很多规定 但是他们完全 不理 不想 不管 这样子 然后干嘛呢 散逐温暗 就是 不管你的那个 那个规定是什么 反正我就是要自己在那边盖那个余温 这样子 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特别 特别讲余温 余温这个东西 因为大部分都是在 都盖在海边 那因为海边土地 盐分高 风力强 其实不适合当 农耕地 所以 反而更适合来开辟温 然后养一些 鱼虾贝类的水产 然后 他的获利 不是 大家可能觉得说 养余温也没什么 不是 养余温他养那些 鱼虾贝类 其实都是 都是 蛮好的一个水产 然后 其实获利也 也不下于农耕 那 里面当然 呃 其实 对伟人所知的就是 养 虱目鱼 也就是大家右边所看到的一个图片 还有乌鱼等等的部分 那甚至 麻豆养的污温的 这些水产 可能也不止自己吃了 就会 输出 会外销 所以他可能会送到 猪肉县城 或者是 浮城等等 比较大型的 城市消费市场 都需要这样的一个水产 所以其实在我们有 长市长有一区就是在讲这个部分 就是 余温作为以海为田的 这样的一个部分 是怎么样的让 他背后的人群确实还是要有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那种规模 才 才可以进来来 来做余温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样子 那在这边盖余温也是有风险 像这个 告示的 里面 其实 要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会被水冲坏 因为他在海边 那海边就是 有时候海浪比较大 他就容易冲坏余温 那到时候要花另外一笔钱去做维修 所以其实是有风险的 但这个 他其实是利益高过于风险 所以即使如此 还是有很多人 会进去来做余温的一个建筑这样的一个部分 好 那其实不止在这一次的石碑的人所面到问题 其实在之前 碑文里面其实已经有跟大家做一个前行回顾 就是有很多的人都会来到码头这个地方来盖余温 而且是各色 形形色色的人 像有港 1711年有港户 1711年有本府四班头 1715年有盐商 1719年还有地棍 这些人都是不同的人 有的是 政府登记有案的 那个 有缴税的正式的那个 业户 港户 那也有那个 亚门里面的那个 差役 亚门里面差役 不在你亚门里面 乖乖在那边当办 也来 麻豆这边 来玩那个余温 然后也有盐商 卖盐的那个 大商人 有地棍 就是 在地居民 这样子 很多人都来这边 麻豆这边盖余温 那在1719年这个事情可能闹得比较大 所以 后面就比较没有类似的状况 一直到1745年来这个慈悲 才要爆发出来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VR里面 有一段巨型 让那个 姓陈的这些人来强调 他们有执照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 有执照 有缴税 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对于那个地方的宣誓权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誓的一个来源 确实没有错 但 这不代表这个过程是合理的 因为其实在更之前 其实 地方的人可以通过各种方法来疏通 亚门里面的一些虚例 一些官 一些 文书的一些 呃 呃 办事员 让他们 能够取得一个合法的一个证照 合法的一个执照 来在当地开墾 所以其实 不止这边的余温 在台湾 的一个地方 社会史里面 有很多非常类似的一个状况 这样子 那接着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扇竹温暗 后来然后发生什么事呢 扇竹温暗 大家都觉得 港道被塞住了 港道被塞住了之后 怎么办 就淹水了 淹水了之后 就淹到其他地方 所以整个就是 残 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再用那个 空间来跟大家做说明 我们刚刚都知道 小匹头大匹头跟麻豆 匹头跟麻豆的一个位置 那刚刚所 描述的过程 到底是什么样的过程 基本上就是 简单的讲 就这样子 那个信承的人 可能是在大匹头跟小匹头 比较靠海边 就是海 西湖慢慢的 变陆地的这个 海边的一个部分 的新土地 他们进来 然后赶快盖了余温 所以大致上 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或者 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 反正是比较靠海边的位置 靠海边的位置之后呢 他整个盖起来之后 大家都知道 这边有一条 皮头港 水道 有一条水不在这边 所以 如果有一些 下雨或什么的 他可以 水可以从这边出去 但是如果这两边 盖的东西起来 甚至是他有一些 设施把水 堵住的话 怎么办 他就堵住了 堵住的话 里面水都出不去了 水不出不去怎么办 我们刚刚有跟大家提示到 这个石碑 描述到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的线索 叫做 5月 5月是夏天 夏天就是跟我们现在 所 现在台风天差不多 就是 有很多台风 雨会比较多 雨会比较多怎么办 下来这边的时候 水出不去 他就整个蔓延开来了 有可能蔓延的 大鼻头小鼻头这一带 更有可能 再继续蔓延到 麻豆世界这一带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麻豆 这边的人那么的 那么的 抓狂 因为 你就是把这边盖起来的 这边才会淹起来 淹到田 淹到 蒙阿波 甚至是淹到 可能会淹到我家的房子 所以他就在 这 麻豆的这一群人 包括原住民跟 在地的汉人洗澡 就是一直在 讲这一群 信臣的人 你干嘛在外面 自己在那边盖余温 而且可能 还不知道 你怎么盖的 你用没有那个依据 对 在那边乱盖 然后 把里面的一些 那个弄得乱七八糟 这样子 所以其实 这一张图 基本上 这是那个网络民营图 就是那个 那个猫 跟那个 猫咪跟那个 反正这一张图 就是基本上 就可以代表这个 石碑在讲的 过程是怎样的过程 就是一个 有人在跟 跟天地真地 但是他已经 影响了另外一群人的这样的一个 生活的一个内容 内容跟利益 这样子 所以 这一麻豆这一群人就把这件事情告上官府 这样子 然后 大家都在 做一些协商 协调 然后有一些 结果之后 立了那一块石碑来 召告大家发生什么事情 这样子 好 所以基本上 来讲 这个石碑其实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事情 包括 沧海昌田 地理环境变化跟人们与社会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 以水而生的麻豆世界 也因为水的离去而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涂流龙猴拜地理 这样的一个传说 不过这种危机皇冠也是短机啦 内海淤积浮出了土地 就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很多人会去现场牵引 但是 抢的过程当中 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有很多的纠关 很多的一些协商 很多纠葛 就在这中间 慢慢的冒出来 右边是现在 大家刚前面有看到 麻豆现在的地图 其实 这边其实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的余温 这些绿 水蓝色都是余温的地 这个余温地其实就是以前那种 导风内海 残存的一个轮廓 所以 海埔 毗头港这边 其实都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这样的地方 其实早在三四百年前就已经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会有两群不同的人开始在针对这个部分有一些不同的一个 一个互动跟影响 另外一部分这个卑温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一个事情就是 台湾其实是一个很多的不同人群会来这边互相生活互相共存的一个地方 所以 大家会互相合作 也许或者是相互无事 或者是会产生冲突 所以其实也许对以前来讲 邻居 好不好 很重要 你是好邻居还是坏邻居 可能 对大家来讲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其实这中间会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来做 讨论就是 他其实告诉我们在传统的一个治理模式之下 社会的生活秩序可能不一定取决于官府的绝对权威 我们可能不是不能想说官府具有绝对权威可以掌控地方所有的一些秩序跟所有的事 反而官府会会非常需要依赖地方 希望地方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人来做互相的一个协调 来使他 因此使他可以比较能够低成本的来去治理地方 所以他可能是在说一段人们如何借助各种势力跟方法来争取自己的资源与利益的一个方式 所以其实 左边是一个示意图 就是我们也许可以把18世纪的一个社会象征有三种不同的人 一个是官员 一个是敏 这个敏是汉人的名字 就是所谓的汉人 的人群 那还有另外一个叫做藩 藩也是来自汉人的名字 但我们现在的名字就叫原住民 但是原住民其实跟藩不一定会相同 这个其实又会牵涉到很复杂的一个部分 我们今天可能没办法详细说明 但是 我们主要是可能要通过这三种不同群的人 清朝来的官员 汉人 以及原住民 这三种不同的人 在互相的一个协调跟互相的交位之下 不只是合作 也不只是冲突 他可能有更复杂的一个更多元的一个方法来去提供我们去思考一下 这地方算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 而他的 他的过程其实来自于 不同的人群要怎么样 有不同的互动活动 而因此 也造成他们有互相的一个消长的一个过程 所以其实 我们这一次的这样的VR的一个制作其实希望能够扣紧这两个地方 来去跟大家来去说明 到底这个这么复杂的一个过程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事件 这个事件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个事情 所以 接着下来我们可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到底我们整理出来这样的一个史料的一个 结果 要怎么样把它带进多媒体的制作 而做出一个能够让大家 觉得有趣 觉得能够感同 亲身体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现在正式进入第2回合 但正式进入第2回合 我们现在只 距离3点半 只要10分钟 所以后面 也许我会快速带过 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是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那个场景怎么 这场景怎么生 脚本怎么写 剧情怎么编 甚至是这些人长什么样子 穿什么衣服 这些我们都要去想 所以这个地方 底下我会先 稍微针对几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来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个问题感觉就是我们得先想一下 这些人长什么样子 我们才能做出 像这些人的一个造型 那其中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所谓的麻豆色小孩 就是这一位 小朋友 那这个小朋友 我们要要怎么样去塑造他的形象呢 基本上一个部分当然是来自于 史料的一个整理跟 跟追索 那这个部分 会作为我们去 设计那个人物的造型跟设定一个非常重要参考资料 其中一个参考资料就是 台湾历史博物馆所珍藏的这个番薯图册 这个图册里面 他是在讲一个盖房子的一个画面 但是这个画面的右下角有一个 妈妈牵着小朋友的图 我们放他来看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今天那个麻豆色小朋友 我们是用这样的一个小朋友的造型来去 来去做出来的 那当然还是得 必须提醒大家就是说 像这样的图 这个图其实是来自汉人的手笔 是汉人画出来的图 所以他其实里面有可能有一些 不一定能够真的能够完全符合 当时麻豆色人 的穿着 或者是风俗 或者是等等的 他一定会有一些 经过汉人的眼睛之后所描绘出来的一个画面 所以东间可能会有一些落差 但因为 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真的很完整的了解 麻豆色人当时穿什么 部分 所以 我们还是得 可能只能用这样的一个图像史料来去 为 麻豆色的小朋友来去做打扮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包括了头巾 包括他的衣服 然后腰带 还有一些绑腿的那部分 我们都参照这样的部分来去设计 这样的一个 造型 那这一次的设计呢 其实我们 后面 最后所决定采用的风格是类似匹克斯 这样的一个造型 就是 三头身 或者是 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完整真实的一个人体 而是会有一些 大头啊 然后身体小这样的一个卡通造型的这样的一个部分 这其实是一个 也是一个视觉的一个特色 就是希望你可以让大家 对于这样的空间有 可以有一个不同 比较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好 为什么 OK 接着下来是这个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世界里面有两群人 一个叫做麻豆在地的原住民跟汉人七 另外一个叫做姓陈的那个盖温 盖温的人 这两群人 这边是那个 我这边先讲 姓陈的那个盖温的人 我们把它设计成这个样子 底下这个 比较瘦瘦长长的 然后穿着蓝色衣服的这个汉人 然后他有戴一个瓜皮帽就象征他是一个比较 类似地方士生 然后有一定经济基础 所反映在他的那个穿着上面的这样的感觉 然后官员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把它设计成比较大 比较体型比较大 然后比较 坐在椅子上面 听大家讲话 这样的一个样子 原本其实 一开始的草案是 这个是姓陈的人 就是官员 然后来其实我们觉得 对于官员来说 可能 类似这样的造型会比较适合 让他坐在上面 他可能不太想管 他是又非管不可的 这种地方官员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们就把他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那种 精明算计的那种形象 我们就把他 当成是 那个 成家的这样的一个 姓陈的人 这样子 然后我们要 对调过来 这样 所以其实 人物的造型会有一个 有一个部分是 我们想要反映出 在这个悲吻里面 他的一个角色跟 跟他的表现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些人物会讲话 所以在剧情里面我们也会让观众听到他们在讲的话 但是他们 讲的话是什么话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希望透过 他在当时的历史前进里面可能会讲出什么样的话 那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个部分也当做观众能够进去 真实体验到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主要的一个体验素材之一 但是问题来咯 那我们要让他讲什么话 因为 现在要讲希腊亚语是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希腊亚语已经中断很久一段一段时间了 那 后来我们决定 我们让 那个 麻豆社的小朋友或者是大人 来讲 闽南语 因为其实 这部分确实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因为那个时候 那个麻豆社的人其实已经跟 汉人已经相处非常长久一段时间 那想当然了他们对于汉人的语言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掌握 甚至是表达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的剧情设定里面是让 麻豆社的人来讲闽南语 跟汉人一样一样讲闽南语 但是我们会在特别在麻豆社这一边 小朋友这边 保留 一个 属于希腊亚语的一个词汇 也就是大家在荧幕上面所看到这个 AMA 阿玛 那这个阿玛什么意思呢 我们已经把它刮出来 就是爸爸父亲的意思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我们对于希腊亚语的理解 通常只能依靠 荷兰人在编 希腊亚语圣经所留下来的一些残存的文本 或者是一些 新港文书等等古希腊文书的一些 语言材料 我们只能从这边去了解 以前的希腊亚语 可能是什么样子 那刚刚讲的阿玛这个部分 就是父亲的意思 我们希望透过保留 希腊亚语这个词汇 来去 让里面的人表现 表现出来不是完整的只讲闽南语 而是他们还是能够残留一些 他们自己的族语 他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正在使用的族语 这样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安排 能够让 麻豆社人的一个表现 能够有 比较能够贴近 所谓的当时的一个 社会状况 同时也能够让 观众来去进一步的来 接触看 到底当时的 所谓的那个麻豆社人 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生活上面的细节 好了 他们是在什么地方 这也会牵扯到 场景的一个安排跟设计 那从这个画面 大家 基本上就会看到这个剧情所表现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舞台就是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室内空间 这个室内空间就是一个 有一个梁柱 从梁柱的一个安排 大家自上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汉门传统建筑 然后上面还有挂 挂个灯笼 这样子 那这个空间的设计基本上是采用这样的 采用这个样子 但是这个是一个 目前大家所看到的是 我们一开始 最最初阶段的一个草案 这草案上面其实可以看到 有官员坐在上面 郑军围坐坐在上面 然后旁边有两个有差异 然后大家站在两边吵架 然后旁边还有那个 官雅会看到那个指示牌 树静回遍那种指示牌 摆在两边 两边这样子 这也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一开始所测定的场景是真的是那种 衙门的 公堂 大堂上面 那后来其实我们改成会客所 而不是在比较正式的一个大堂上面 理由是因为 我们因为一些剧情的一些趣味性的一个设计 我们其实安排两群人在 一个空间上面互相对峙 那他们对峙的时候会吵架 甚至会乱丢东西 朝对方丢东西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丢东西的一个 一个桥段 可能不太适合放在所谓的正式的工厂上面 因为正式工厂上面就是一个正式的审理场合 应该不太可能让他们在那边 你来我往这样子 所以我们后来把它设定为一个会客所的一个部分 那他的一个空间的一个设计呢 的圆形 我们采用的是这个 这个是台南口庙的 有一个独立的建筑屋叫做明伦堂 这明伦堂是以前老师跟学生在里面 讲课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照片是有我有一次经过 然后发现 有一个剧组在那边拍戏 然后 也是在拍工厂戏 我觉得还蛮巧合 所以把它拍下来 但因为这样的一个 因为这样的一个有格扇 然后有一个大堂这样的一个空间 算是 过去 传统汉人建筑在 寺庙或者是在比较 具有一个 具有 特定空间的一个建筑当中 算是一个蛮常见的格式 所以我们这次用的是明伦堂 以明伦堂作为一个 一个基础 来去 构筑里面的一个场景的一个布置 就是像这个样子 那比较特别的是这个 就是 从外面看过去 这个从室内看过去的这个 这个其实是 又采用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个建筑 就是那个台南 也是在台南 那个4.5秒的 正殿的后面 从 从后殿看出去的样子 因为 我们既然把它设定为会客所 那这个会客所可能就不是一个 位居最中间的那个建筑 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后面的 比较次要的空间 所以我们把它设定为这个是一个正殿 或是一个大堂 然后会客所是在所谓的比较后面 是比较次要的空间 所以看过去是看到 正 正正殿或是大堂 这样的样子 我们是用这样的 呃来来做这样的一个空间的规划 好那当然 一些规划到后面会有一些 一些那个修改 比方说 椅子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个草案的 设计稿 但是我们后来挑选了 馆藏的那个泰斯椅 来去取代这个椅子 因为这个椅子可能比较像是 近年 或者是近 近几年 泰斯椅的比较花俏的样子 但我们选用的是一个比较 朴素的一个泰斯椅的样子 我们我们 我们就是推断应该18世纪初 初期或中期 在麻豆那个地方 也许 他的一个泰斯椅的样式 呃会比较精致 但可能还不至于到这么花俏的 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选用了馆藏 这个椅子来当做一个主要的一个 呃制作的一个素材 然后这匾额啊 这边写中层行政 这个是官雅比较常见的一个字体 那我们曾经有一度 呃对于这个空间的性质 有一些投论 我们后来就不用 官雅的一个一个空间来去做布置 而是想要把这个空间搬到 呃麻豆北极殿 因为过去在 过去的庙在地方社会的地位里面 虽然除了是拜拜的地方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特色就是 他其实是一个地方 呃在处理或者是在开会 或者是在处理 呃所理各种公共事务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 我们看能不能够 把这个地方变成 呃在是在 呃讨论这个碑文在 盖 盖余问的这个冲突当中的一个 比较主要的一个 讨论的地方 所以这个匾额曾经有一度 呃我们在想要把它换成北极元素 这是麻豆北极殿里面的匾额 那他同时也是在描述 玄天上帝北极星这样的一个 神明跟特质的一个 一个常见的一个文字 那后来我们就没有 就不用匾额了 就是 因为一些因素就我们就先把它拿掉 但是这个灯呢 因为我们后来 决定把它换成那个 寺庙的空间 所以 灯的部分我们就把它换成这一个 寺庙常见的那种 那种 灯 那上面写的是 玄天上帝 所以就变成这样子 玄天上帝的灯 然后 呃 椅子也有些修正 然后变成是这个样子 好那这边就有个问题 就是 当时的官老爷是真的会去地方的庙桥事情吗 因为我们 那个 现在的剧情的安排就是安排成 官老爷来到 地方 然后听两兆 在那边 呃 在那边 你来我往是在那边吵架 我们是安排这样的一个剧情 事实上 我们从这个左边这个 十倍的原文来看 呃 有一个过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 他写了 等千层 持称 千层持称 就是指 地方可能是透过上公文的方式 来去向 呃 当时的那个侏罗支线来去表达 这件事情 那我们这个呃 台史博有 有点长另外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右边所看到这个 这是一封 秉文 秉就是祈秉皇上那个秉 秉文 这是一个传统的公文 嘿 那 呃 比较常 见的一个范称 还有叫做红秉 也就是地方的人 呃 平民要去向官府 或者是下级 要去跟上级 呃 有所请求的一种文书的往来 这种文 就会用所谓的 秉文 甚至用红色的一个 呃的字的纸 叫做红秉 去 去去做一个上行文书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嘿 所以 呃 从卑文来讲 应该当时的人 地方的人 确实应该就是用一个 类似这样红秉的这样的公文 上给 诸侯县支线来去禀告说 哎 这个姓陈的真的很夸张 真的到处在 在外面不知道在干什么 很麻烦 希望 资县 然后大佬也来主持公道 这样子 嘿 所以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那个形式 但 官老也会不会来地方 说实在话 也并不是说一定不会 嘿 不是说一定不会 所以 呃 为了兼顾 如果我们剧情光用这个秉文来去做剧情 那真的就是有点无聊 说实在话 那说实在话 呃 地方的人 呃 官员来到地方来去处理事情 并不是没有潜力 像清代的一些史料 或者是呃 在在勘查一些地形要画地图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呃 那个官老也会派他的幕僚来去 地方 跟地方做接触跟沟通 甚至 不排除 地方的 那个 支线或者是 长官官员也会真的会来到地方来做进一步的勘查 对所以其实他是有在他是在某一 某一程度的一个合理性的基础之上 我们将这样的一个过程来去调整为 那个官员来到地方的北极店 坐着坐在堂上然后听两兆来去做一个 呃 对峙或是做一个那个那个沟通 这样子 好那最后呃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 赶紧进到结局 这个结局是什么我这边就先 不 先卖关子 嘿 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台时博玩或者是 呃 有机会在台南网的话可以来台时博逛逛 然后来体验一下我们的那个虚拟实境 来体验一下 这个我的邻居怎么那么讨厌着这样的剧情 最后 这两兆双方在 官员面前说 你来我网的 结果到底是怎么样的结果 嘿 那当然 其实从北极上面就看得出来的 但是我 还是这边还是 卖个关子 嘿 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看一下 这两群人 互相交锋之后 最后那个支线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 我想大概事实上还是有两个地方 应该是值得留意的 一个就是 虚拟实境这样一个东西在 历史跟博物馆这样的一个 场域当中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我想虚拟实境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历史的完整复制 但是它却有可能是一种把史料或故事 化作一种具体的一个 能够去体验的 或者是能够 让我们的感官去接触的一种 一种可能的一个手段 那 那左边其实正如一开始跟大家所分享 还是不是不是第一次来做这样的虚拟实境 在更早之前 其实我们有通过一个 重现历史俯成这样的一个 主题题材来去跟大家 利用这样的虚拟实境来跟大家介绍 到底台下内海是怎样 在这400年 这样的一个变化 然后变成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一个台南市区 这样子 那 当然这一次今天跟大家分享 其实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其实会有很多的一个问题 也很值得讨论 就是正如大家在最近也常也蛮常接触到 看到就是 大家会很多人会对斯卡罗的一些 一些戏剧上的一些道具 细节 剧情的安排是否能有符合史实的这样的部分 引发了蛮多的一个讨论 所以在虚拟之间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做出这样的一个 虚拟实境 那它跟真实的历史之间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想这边的话 可能会是一种 创作与重构 虽然会难免会牵涉到 跟历史事实的连结的问题 甚至是有所谓的一个冲突 不过在整理史料以及兼顾合理性的经济之下 类似这样的一个媒介应该可以弥补我们 作为看史料的一个不可视性 就是 史料我们都看得到文字 但是我们看不到那个现场 如果我们 我们现在基本上应该是 没有人有时光机 我们没办法去回到那个现场去看到真实一个样貌 所以我们最多还是得能从 史料的上面的记载去 去间接理解当时的一个状况 所以 史料本身还是具有一个 没有办法很直接看到的不可视性 但这样的一个 一个性质 我们 也许可以透过一些不同的一个转化方式 比方说像戏剧 像展览或者像这边各大介绍的多媒体的一个开发 来跟大家 一起来亲身感受所谓的历史 或者是当下 甚至于未来各种课题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可能不需要很直接的去看到一个很具体的样子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东西来去引发 或者是去作为一个我们了解后续相关的课题的一个 一个一个参考的一个一个起点 它可能是一个窗户 它是引导我们去打开窗户去看到另外一个东西的一个 一个通道 这样子 好的 那因为时间有限 距离我们原本要开放给跟大家讨论的三点半 晚的十分钟 那也没关系 我们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再也跟大家来 分享一下 我的邻居怎么他这么讨厌 这一步虚拟实境 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实料的研究跟 后续的一个制作过程 那 当然这个 内容还是有很多蛮值得分享的部分 那这边的话可能 虽然时间没有办法 时间有限没办法跟大家分享太多 但大家有机会来到台史博的话 也非常欢迎大家 来到四楼的那个 VR在建制造所 来体验看看到底我们如何的把一个 刻在石碑上面的这个 满是文字的碑文 如果化作一个 我们能够能够 亲身体验跟感受 然后 实际的来沉浸式的来去 去了解这整个过程 到底是怎样一个回事的一个 转化的一个成果 那 也许 台史博之后还是会陆续会有一些新的题材 来去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开发 那 当然最后还是 会希望 大家能够透过这样的那个方式 能够对于 史料 或是对于历史的故事等等方面 能够 具体能够更加拉近 这样子 那这边就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分享 然后 我想 后面还留下20分钟 那接着下来就是看 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想法 或者是问题 或者是回馈 那我们就在20分钟里面来跟大家做进一步的一个交流 好 那就 这个分享就先暂时先到这边 那我们来看一下 线上的朋友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或者是意见的话 可以 举手 或者是打在那个 我们这个 讯息 讯息的里面 那我这边可以在 随时在线上可以 跟大家来做进一步的交流 跟 跟跟分享 这样子 好随时都可以 因为我怕那个都没有问题冷场 所以我这边还是继续来讲话 好那其实 我这边先 好我这边先切回来 其实刚刚有一些部分 时间因素 都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只能 只能稍微带过 没有办法 很直接的来 比较细节来跟大家来做那个 分享 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随时打上去 所以我这边 回头再来跟大家做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 介绍好了 好 OK 我要先来 分享一下画面 那个问题我先 我先之后再继续 大家可以 我就先累积一些问题 再跟大家做说明 好 我这边的补充就做个串场 串场 然后 刚刚有跟大家介绍到 这边 就是其实在 在这一次那个悲文的那个 这个事件之前 其实就已经有 他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个事件 他其实在之前就已经有累积了很多的事件 这很多的事件其实在地方的人的 心中 其实 一个一个都记住了 就是对他们而言 这真的是一个 很难处理的一个事情 所以他们都有一个一个地图 然后 在这个悲文里面 他们还 还前行提要 就是把这些一个一个列出来 所以我才知道会有这些事情 这完全都是从悲文里面整理出来的 诶 然后这边比较 呃 这边比较有意思的是这边 诶等一下 有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一边 这边的话 17190这个事件算是可能是一个蛮复杂的 闹得蛮大的一个事件 为什么呢 这个事件 这个这一次的事件也一样有 齐敏 也就是汉人 还有翻土木 就是部落的头人 诶 这两个 汉人跟原住民一起 来 告关的这件事情 跟那个1754年这一次的事件是差不多 类似的 然后他们告关的层级 1754年这次事件只告到 侏罗县支线 但1719年这次事件 他告到哪里去呢 他告到 镇跟道 这个镇就是总兵 台湾镇总兵 这个道就是台湾道 这个台湾道员 这个有在看斯卡罗的应该都蛮清楚的 这两个是 台湾的文跟武两个最高等级的官员 所以他们是 他们有可能是已经有去 跟支线告过类似的状况 但是可能支线没有办法出去这个事情 所以他们又 更上一层的去告到政跟道这两个 呃 层级的官员这样子 嘿 然后 呃 接下来这一边 他们告的内容是什么 跟其实跟1754年这个事情差不多就是 呃有地棍 师傅 串通 这个赌就是虫啊 虫虫 也是一样跟那个庄厄是 类似的名词就是 去指称 对方 呃非常不守规矩这样子 赌红什么 后面看不太清楚 嘿 有一群汉的也在那边盖那个呃 雨温 嘿 那盖了雨温之后呢 发生什么事情 变成 明番 于憋五谷淹没 就是一样 水堵住了 然后可能水就淹起来了 然后就淹到那个田园去了 造成大家的困扰 这样子 嘿 那这边淹没的东西 蛮有 蛮有意思的哦 那可以看到这边有四个字 于憋五谷 淹没五谷其实 还OK 很正常很合理 就是有田当然会有 长稻子嘛 水过来就淹没 这个很合理 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字 鱼跟鳖 这可能是在讲一种养殖水产 鱼跟鳖 那这个是不是在 是不是在说一件事情就是 呃 其实在地的明跟番 也是有在那边盖鱼温 也是有在那边养殖呢 嘿 因为在17154年这个事件 我们完全不知道 呃 在地 呃在地人只是就是抗疫而已嘛 他他完全没有交代他们在海边有 干嘛 他们最多只有说 有有有 有种稻田 然后稻田因为水 淹起来就被淹没 这样 类似这样 那1719年这个事件 他提到有鱼鳖这个名字这个词 他他其实给予我们蛮多的一个思考 或是想象空间 就是 有可能不只是 另外一群人 就是 麻豆本来就有人在 那个 内海 慢慢的浮复的这个过程中 过过 也开始 去占那个 海浦地 也开始在海浦地盖鱼温 所以只是 呃 一群盖鱼温的人 不希望另外一群人也来盖鱼温 这样子 但大家都有在盖鱼温 大家都在 在那边讲东西 这样子 会不会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 呃 线索有限 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但是这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想象 就是 一样都是靠海边的人 不可能是就成家人盖鱼温 其他人不盖吧 对不对 这样子 所以其实 地方地方历史的线索很丰富 很值得我们去 做进一步的思索 有个人想象 那他当然会提醒我们说 历史绝对不是一个很单纯单一片片的一个很有秩序的样子 就算是很有秩序 它的底下应该会是一个很波涛起伏汹涌的一个 一个过程 这样子 好 那我们 线上有看到一些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大家的问题 然后来跟大家交流一下 呃 那个 严小姐 有问到说 想要了解预算 从填调到完成VR的成本 团队大概有几个人 是这样的 这个工作团队大致上是分为台史博的馆内的 的馆员 以及因为我们那个那个这个这个这个技术制作是我们馆内没有办法 单独去处理的 所以 在多媒体开发这部分我们是有 透过一个 委外采购的部分 委由那个 这个这个是由那个卡米尔公司来帮我们做一个整个 的动画的设计 跟跟制作 跟配音 这样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研究跟内容面的部分 是由管员这边来负责 那在那个 整个设计的多媒体设计的部分是由厂商 委外厂商来完成 那其实 这两边 委外厂商的 是整个团队的 大概可能 整个团队有十几个人 这样子 那他们就是做一些 造型的设计 城市开发等等的相关的一些部分 那在管员的部分 人数相对是比较少一点 因为大家 其实各自有各自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 所以 目前 团队的部分基本上就是 我是主要的一个负责人之一 那当然还有 我们的那个主要的一个承办人安理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长官也会给一些 协助给一些意见 那当然 主要在负责的 可能在团队的部分就不超过两三个 那当然 我们会汇集很多其他相关的意见 然后来做一些更进一步的一个转化 这样子 那预算的部分 预算的部分 我忘记多少了 你可能要 可以跟我讲一下 等一下再回答 好 那接下来 Joyce 有提问 想了解当初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之下 决定选用这个实杯作为VR主题的主轴 这个这个这个词杯 我们其实一开始在发想那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是想要用一个 刚刚在跟大家前面所提到的一个一个模式 所谓的官民翻 这样的一个不同人群 三角关系互相 互相协调或是互相前置的 这样的一个 结构 来去做一个主要的主题的发想 那在这个主头之下 我们就会挑选 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 那个 剧情 比方说我们其实也有考虑过 土牛沟 就是 土牛红线 然后那个土牛沟 因为 我们 基本上都应该现在已经 现在还活在世界上的 应该没有人看过 真正的土牛沟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希望 当时是希望想要 用这样的一个VR把它做起来 那大家可以看出 储牛柜有多高多大 然后要 当时发生什么事 之类的 那当然在后面的一个 考量到剧情的一个整个 趣味性跟整个一个顺畅度的安排之下 最后我们选用了一个 在我们的展场里面也看得到的一个东西 那当然我们也认为说 因为石碑对一般人而言是有点 有点距离感的 他看到石碑 上面一堆字可能 而且又是文言文很难读 可能大家都不太知道 石碑他到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一个制作能够让 原本是陌生的东西 能够变成一个有趣而能够去接触 去体验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最后才选定了用那个石碑来作为这一次 这一次VR的一个剧情主轴 来去以他来作为主要的发想 好 感谢大家的一些回馈 然后那我就不一一的来 来做回复 好那接下来吴昌宇 有来提问一个事情是 请问在创作与史料两方面的专业者 过程中如何取得双方的共识 这是一个很好 确实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一个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血泪的血泪交织的一个过程之一 就是 我们常常会觉得说 历史就是要如实呈现 他讲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那这个部分当然是在 研究论文的撰写 或者是研究成果的产出 这部分 会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就是我们并没有考量什么 我们就是在解读史料 然后把史料的资讯 整理出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 一个成果 然后来给大家 其他研究者看 这样子 那因为在博物馆这样的一个场域里面 其实 我们 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还是另外一个是 更多的人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来 来去了解这个部分 所以在创作的部分 我们当然也是要去兼顾 那其实正 就还是正如之前 前面跟大家所介绍的 就是我们还是会尽量的站在一个 史料的依据 以及一个合理性的一个 基础上面 来去发展 这个史料跟创作的一个结合 那当然这中间会 我们跟厂商之间会有很多 很多次的一个互相的一个 一个一个 协商跟往来 就是厂商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子其实安排 一般观众会比较了解 那 如果依照官方 所拿出来的原本的史料可能 太过于困难监涉 没办法很容易很直接的去了解 所以其实这中间 我们会很长的来 彼此沟通 然后彼此来 寻求一个 比较能够 兼顾 史料或者是精神的一个介绍 也能够兼顾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形式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整合 所以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部分 很多都是透过会议 或者是透过一些 资料的一个往来 来去彼此来做沟通 那当然 我们最终还是希望 最后的成果能够 能够 取得一个比较大的 还有共约数 然后能够展现出一个最好的一个体验效果 好 那接着下来的 卢 卢 卢先生 卢小姐有提问到一个就是 请问在用专业史料转译为 这个比 转译的时候应该是吧 在与委外厂商间的沟通有困难吗 需要哪些技巧 确实有困难 必须这么说 但是 必须说 对方可能也觉得跟我们沟通有困难 所以这个困难会是在于 我们对于一个东西的一个想象 或者是需求 会 是各自有各自的想象或需求 所以 我们在自己的一个需求上面可能还要在 从同时的在容纳 对方的一个需求进来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一个 没办法前线上的一个冲突 这样子 那就 就我这边的一个经验来讲 我会 比较 我会比较会去听 厂商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提案 因为我会 然后另外会比较想要去了解 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做安排 比方说 这一支的VR 它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过场就是会有很多 我们是设定在 两群人 他不是一个很安安静静的在互动 因为他安静的在互动 那个 那个 剧情的过程会 我觉得会 无聊到让人家想睡着 那个而且那个椅子很好 所以他 观众可能在那边就直接睡着 对 我们不叫他睡着 我们希望让这样的过程能够有一个 比较刺激的 互动 然后比较有趣的互动 能够让观众 愿意把整个 剧情体验完 这样子 所以 我们其实针对这个部分 双方讨论了一些 一些部分 我们一开始可能 比较 广方这边 一开始可能 比较会着重在史料方面的一个 一个一个着重 那在一个转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 厂商的提案 我们会做 会做缺认 所以 其实厂商后来提案的一个 提了一个案 提了一个方式就是 这两个 这两群人不是只有单独在 单纯在 讲话 他们会有一些肢体动作 会有一些口语上的往来 所以他们会彼此 嗯 彼此 嗆声 你说那个嗆声 那个 那个语气 那个 那个台词要出来 然后他们会有一些肢体动作 肢体动作不是打架啦 在 在那个官老爷面前打架太夸张了 但是他们会用一些 各自的一些东西会丢来丢去 所以大家在体验的时候 可以注意一下 像麻豆这边的人会 我们会安排一些 农民跟渔民 他们他们可能都是 淹水的受害者 所以他们会 会 呃 会丢一些他们跟他们自己相关的一些东西 丢与 或丢那个 蔬菜水果等等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是 呃 要兼顾 在工厂之上 可能没有办法做太夸张的一个表现 的前提之下 我们会再加一些比较趣味的一些过场或小技巧 而小小小元素 让他们 能够不要那么的沉闷 然后更然后能够互相的有趣一点点 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 其实会会 至少我这边会是想要了解 厂商他对于 呃 趣味性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需求 那在了解过程之后 了解完之后 我这边再想说那 怎么来搭配一个史料上面的一个 一个或者是可能的一个情境 然后互相来做一些 呃 沟通 或者做一些磨合 然后 呃 各自来发展出一个比较能够 呃 没什么问题的一个一个 最后一个场景的一个呈现 这样子 好 那最后一个 呃 呃 就一个吴敬宏应该是不知道先生或小姐 那你有问到 请问1719年的事件有留下 呃 眼镜杯吗 呃 并没有 所以也许当时会有 但是 至少现在是没有发现 跟那个事件有 跟那个时候1719那个事件有关的任何 具体的东西 那其实 史料记载也比较没有了 所以 变成这个石碑所记载的是 变成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个可以去了解到的一个线索 这样子 那当然 就合理来推测 1719年的事件应该也会有类似的一个 史碑这样的一个物件 制作出来 这样子 好 呃 应该没有 没有回答到的问题 那有一些那个 有一些朋友有举手 哎 那 应该是有 应该是有回答在上面了 应该是有在上面了 好那我想 呃 时间还蛮刚好的 然后现在也要到四点了这样子 那我想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一个 对这个 呃 VR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或想法 也许可以找个时间来 在TESPO玩然后进去来做体验 那也许 呃也有可能 呃 所以会有一些机会 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深入的一个 嗯交流或者是 或者是分享 这样子 因为 呃 其实类似这样的一个过程算是一个蛮丰富的一个过程 不只是史料故事本身的过程 其实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蛮 蛮蛮蛮蛮有趣的一个过程 嘿 所以呃 我想也许之后还是会有机会再跟大家做做交流跟做分享 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意见 也可以通过一些管道 呃或者是直接来呃博物馆来做体验 也都可以的这样子 那希望我们这一次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成果 也能够带给大家呃比较不一样的或者是比较细的一个体验 那对于史料或是对于卑文 呃可能就不会再再有那种 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看不懂看不懂 而是会 有另外一种 了解或是解读的一个方法 嘿这是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多媒体的开发所想要去达到的一个 一个效益跟一个目的 好 呃还有一个问题出现 我再来回答一下 呃想请问 讲者 台湾开墾史上 土地开墾及鱼温开墾 政策跟族群互动上 是否有差异 嗯 开墾 开墾史 土地开墾跟鱼温开墾 在政策跟族群互动上面是否有差异 呃 这个差异应该说 这两种开墾模式就 就本来就不是一样的开墾模式 这完全是两套开墾模式 所以他的差异 他势必是会有差异的 因为这是完全是不同 他对象不同 他的技术方法 也不一样 嘿 那但是在 所以政策上面 他当然也会觉得会不一样的 但是在族群互动上面是否会有差异 嗯 我 我在想 呃 会可能会因为 呃 因为 毕竟一个是面向海边的一个 的土地 一个是比较面向陆地 或者是边向山区的一个土地 他的互动模式上面当然会有一些差异 但是 人群的加入 人群的复杂性 我想可能 可能 可能都是一样的 就是 海边的余温的开墾 跟 陆地上土地的开墾 他们都会有一个共同现象 就是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都会有共同现象 就是 他们可能都会有不同的人群 带着不同的资源 不同的势力 来到那个地方 嘿 然后也许 也也也可能都会有先抢先引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现象存在 那土地的部分当然也是一样 土地的部分 呃 在 在在在帆界内的土地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 但在帆界外土地就是 基本上就是人先进去之后 他们就在那边落地生根 那他们先 天赞得跟 原住民互动的一个一个权利 或是一个位置 那后面来的人可能就 没有办法 可能就是要跟着他们 的后面 住在那边 或者是 要想 另外一个时机 再去 抢夺一些 一些一些 时机 然后抢夺那个 那个那个权利的部分 这个部分其实 在最近的 也是 也是那个斯卡罗 斯卡罗 其实也有 在这个部分 算是给了一个蛮具体的一个呈现 就是 不同的人群在同一块土地上面 然后他们面对一个 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土地要去 要去争夺那个谁可以才去做那个 那个土地 然后在争夺过程当中 其实 会有一些 时机 或者是权力上面的不同的一个 一个一个运作 所以 这部分其实是蛮复杂的啦 但是 有时候往往就是那种 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在这种很复杂的地方 就是 有一个人可能 因为什么样的因素 送了什么样的东西 他就有了那个 他就争取到那个那个 那个土地的开垫权 然后另外一个人可能就 没办法就被就被踢出去 这样这样之类的 那这个案子其实 这个故事其实也是一样的 就是1754年 余温这个故事也是一样的 那个姓陈的人啊 就正如那个画面所显示的 这个姓陈的人 其实 呃 呃 我的指标 陈家其实 不止一次在讲 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有执照 他们有执照 然后他们有缴税 他们有缴 缴余温的钱 所以其实 剧情里面有一个部分是也要说 我就有缴钱 应该我是 我是有合法权利的 怎么为什么 后来又是 那个 判我输这样子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我们 在前面其实有讲到 你有执照 你有缴钱 你有登记在政府的那个布册里面 这不代表 这前面的过程是合 合法合理的 那可能是 用一个不太 会用尽别的手段来去取得那个执照 因此获得了一个 合法性的一个声称 但是 在这个事件当中 其实整个检讨下来会发现 不对呀 那个过程是有瑕疵的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先进去 然后先取得这个执照 这样子 对不对 所以其实 不同的时间来看这个事情会有不同的一个 翻盘的一个机会 那这中间其实就是一个 很复杂的一个面向 所以我觉得 当然 不管是海边或者是陆地或者是山边 他们会有不同的一个应对方式 但是有一些 共同的现象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 不同的人都会在里面互相的 来来扯扯 有的会互相合作 然后去 对抗另外一边之类的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还有新的问题 我先那个 我先那个做解 做总结 就是 刚刚其实总结就做过了 非常希望大家 欢迎大家能够来台词博来玩 那个这个 VR的体验 然后 有任何的问题 其实都有机会可以来 我们都可以来做进一步的一个 分享跟 跟进一步的交流这样子 那也是希望 这样的一个东西 做起来可以 带大家会有一个新的 感官上面的一个 一个体验 然后会对于 硬棒棒的史料 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想象 或是不同的一个体验这样子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我这边就先做结束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线上的参与 谢谢大家